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手下 我们直接上实战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预助线 我们都知道这个预助线呢 就是代表人的一生的工作 当然了工作也代表财运嘛 对吧 你工作干得好 财运自然收入就高 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工作运 或者说这个收入会变高呢 我们照旧先把这个预助线分成两部分 分成两部分是为了方便大家好理解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前段部分 前部分呢 我们来看这个事业线 它长得又模糊又短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人前半生 他的事业不行 那么我们再来看后半段 大家看啊 这个后半段这个事业线 长得是又直又清晰 但是也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因为中间它弯曲了 这个弯曲了呢 就代表首先第一个 它工作会变动 然后第二个呢 它可能会换一些行业啊 也就是说这种手下就属于那种 前半生后 前半生这个事业不行 到了后面 哎 这个事业就可以好起来的啊 也就是属于那种 中年以后 事业运变好的那种手下 好 好 这ORTER